好 接上時間一起來看到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類似 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那就在東半部地區 可以看到這個雲量是稍微多了一點 偶爾會有零星降雨的情形 但這個紫外線普遍仍然是可達高 量級或者是過量級 所以請民眾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曬 那在溫度方面 今天吹的是東南風 那這個白天這個感受溫暖偏熱 在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這個高溫大約是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南部是可以上升到二十九到三十二度 但是要提醒西部的 這個西半部的觀眾 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所以建議洋蔥式的穿搭 以免著涼 那接著要來看今天的山海氣象 居然在屏東的西村牡丹板洲 低溫十六度 最高溫二十三度 三成的降雨機會 太武來一春日 十四度到二十七度 降雨機率都是偏低的 三地門物台馬家 低溫十一度 最高溫來到二十五度 高雄的桃園 納馬下茂陵 最低溫有五度 最高溫二十三度 加以阿里山五度到二十度 也是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投的仁愛 雨齒 水里 新意最低溫四度 最高溫二十度 台中和平六度到十九度 苗栗的南庄師 潭泰安 低溫十二度 最高溫十八度 新竹的關系間十五峰 六度到十九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十一度到十九度 宜蘭的大同南澳 十度到二十一度 有一到兩成的降雨機會 東半部地區花蓮的新城 花蓮市 極安十八度到二十二度 壽林萬榮 十一度到二十二度 兩成的降雨機會 壽峰峰冰 十五度到二十三度 也是兩成的降雨機會 鳳林光復瑞碎 十六度到二十一度 兩成的降雨機會 浊西玉里 副里最低溫 在浊西只有三度 最高溫有二十一度 台東的長濱成功冬壳 十七度到二十二度 也有兩成降雨機率 池上觀山海端岩坪 十度到二十一度 陸野台東市 北南十五度到二十三度 兩成的降雨機會 南迴地區 低溫十三度 最高溫來到二十四度 兩成的降雨機會 南远地區 二十到二十四度 兩成降雨機會 最後看到外島地區 低溫十四度 最高溫有十九度